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先要看澳洲NEC这道题 这里是在3乘5的七方方格的走法 我们今天对中问题 其实就是先尝试自己移看看 这里的话 我们重新从这里走看看 这样子绕 这样子就可以绕完每一格 但如果从这里绕 我们来绕看看 旁边绕完 到这里走不下去了 所以这个好像会失败 等一下我们再来论证看看 我们再走一个试一下 如果从这里 我可以先往右 先把旁边都先走完 这样子也都可以成功 到底有多少格可以成功 这个其实是 数学上也是一个蛮常考的问题 就是黑白方格问题 要分析这道题 关键是在于出发格的位置 出发格如果位在这个区域 这是哪个区域呢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棋盘呢 先把它间隔着色 圈圈这几个区域呢 就叫做蓝方格 另外呢没有的叫白方格 好那这边有几蓝几白呢 这里总共有这个7蓝 8个白色 好那今天呢是7个蓝色 8个白色 那你今天要走完 这个前提就是什么 你一定要从白色出发 对 因为白色比较多 好那白蓝白蓝 那最后呢 也要是白色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论述说 你出发格如果是蓝色 好 蓝白蓝白 好那你最后呢 无法怎样 最后还没有8个蓝可以走 所以呢蓝色出发就不行 好所以呢就是要从这个白色出发 那白色出发 是不是可以成功 那这边数字比较小 就稍微尝试列一下 你就是如果是从右下角形的 就是可以仿照刚才绕一圈 那如果中间形的呢 你也可以换成这种形式 或导过来 好所以剩下这8种呢 白色出发呢都是可以达成 好所以这答案就是D 那比较技巧的部分呢 就是要分析蓝色出发无法完成 好这个方法真的很特别 就是呢先把七班格 间隔着色 利用白色比蓝色多 好才论证呢 蓝色出发不行 好这个方法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真的觉得非常的妙 好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